哈喽大家好我是奶爸 尿酸膏怎么办 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降下来吗 尿酸是人体代谢票灵的产物 正常情况下 尿酸可以通过肾脏排出体外 维持血液中的平衡 但是呢 当尿酸产生过多或排泄不足时 就会导致血液中的尿酸水平升高 这就是高尿酸血症 那么高尿酸血症会增加痛风 肾结石 高血压等疾病的风险 所以呢 应该及时的采取措施 并降低尿酸 咱们说一下有哪些方法可以降低尿酸 首先呢 咱们要限制含票令的食物 票令是一种存在于某些食物中的化合物 当人体分解票令时会产生尿酸 因此呢 减少高票令食物的摄入 可以有效降低尿酸的产生 一般来说 高票令食物包括野生动物 海鲜 动物的内脏 还有高脂食品等等 第二就是多喝水 喝水可以吸湿血液中的尿酸浓度 加速排尿 促进新陈代谢 建议您每天至少喝2000毫升的白开水 或者淡茶 避免含糖 或者含酒精的饮料 三要保持健康的体重 超重或者肥胖会增加尿酸的产生和积累 导致肤脏排泄尿酸的能力下降 因此呢 通过合理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 把体重控制在正常的范围内 可以有效预防和改善高尿酸血症 第四就是补充维生素C 以及钾和美 维生素C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 可以帮助消除体内多余的尿液和尿酸 钾和美是两种重要的矿物质 可以帮助调节体内的酸碱平衡 防止尿酸精体在关节和肾脏中沉积 您可以通过吃富含维生素C 以及富含钾和美的食物 来补充这些营养素 例如柑橘类的水果 以及西兰花 香蕉 杏仁等等 第五 吃樱桃 或者喝樱桃汁 樱桃是一种富含抗氧化剂 和抗炎成分的水果 可以帮助降低炎症和尿酸水平 预防痛风的发作 一些研究表明呢 每天吃10到12克的樱桃 或者喝240毫升的樱桃汁 可以显著降低痛风发作的风险 第五 少喝咖啡和茶 咖啡和茶中含有咖啡因 咖啡因会抑制肾脏对尿酸的排泄 从而导致尿酸水平升高 建议您 每天不要喝超过两杯的咖啡或茶 尤其是在睡前不要喝 以免影响睡眠质量 好的 以上就今天说的内容 我是来吧 咱们下期再见